魏无羡和蓝忘机结束通话后 一个人坐在安静的屋子里 手举起又放下 重复多次后 终于下定决心 小心翼翼地摘下发带 闭着的眼缓慢睁开 手在眼前晃了晃 果然结果还是一样 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 他之前没有了味觉 痛觉 现在视觉也彻底消失了 九月而亡 他离死亡还真只有一步之隔 魏无羡想到蓝忘机 释然一笑 起身去沐浴更衣 处理身上的伤口 感觉不到痛 却也摸得出何处伤着了 处理好就使出传送符 将自己传送到乱葬岗中 经过两日的时间 乱葬岗的怨气消散了大半 隐隐有阳光照进这个漆黑冰凉的万鬼窟 魏无羡松了口气 揉了揉太阳穴 和红衣一起回到不夜天 乱葬岗上的大部分鬼怪都已经超度了 但也有少部分不愿轮回 而红衣便是其中之一 魏无羡问他原因 红衣语气平淡 却也把对世俗的厌恶之情 表达得一清二楚 当个人太累了 阴谋诡计层出不穷 七情六欲种种束缚 不如当个鬼来的自在潇洒 魏无羡回到房里不过一刻钟 就有人奉命来请他 说是百家的人都到齐了 灭明爵和蓝西辰等人在出发前 就收到魏无羡给他们准备的东西 他们看完后 越发气愤 也越发觉得 这摄日之争就是个笑话 现在聂明爵看着端坐在一边的金光扇和仙门百家 怒火中烧 气息不稳 恨不得当场提着坝下 把这些小人给砍了 隐隐有被刀灵控制之相 蓝西辰对聂氏刀灵还是知道一二的 见聂明爵已有失控的征兆 立即拿出自己的裂兵出来 吹奏着清新音 这倒把百家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温若寒却也没想到聂家小子的刀灵会在这时候发作 不过看了那些东西 不气也不行 魏无羡一进来 就察觉到很重的戾气 随口念了几句佛经 立即把这股戾气压制了下去 众人见老者来了 立即正经微坐 抬头挺胸 行住目里 有崇拜 亦有恐惧及厌恶 蓝忘机见到魏无羡的眼睛 用发带遮住了 心里一慌 总觉得有什么他害怕的事情在悄然发生 而他一无所觉 魏无羡朝立气的来源走去 聂明觉因为魏无羡念的佛经已然清醒了过来 正准备道谢 却见那位老前辈站在他面前 有沙哑柔和的声音说道 小刀灵 不乖的小孩 可是要挨打的 魏无羡不管众人适合反应 直接对聂明觉礼貌地问道 赤丰尊 霸夏可否借我一关 聂明觉谨慎地盯着魏无羡 却也没发现有何异常 转而看向蓝熙尘 蓝熙尘见状点点头 聂明觉这才将霸夏递给魏无羡 魏无羡接过霸夏 在刀身上轻轻扶了扶 咬破手指 在空中画了道符 打入霸夏体内 只见霸夏刀身渗出丝丝黑气 慢慢转变得清澈透明 魏无羡将霸夏递给聂明觉 还不忘温和地嘱咐 小刀灵就是孩子心性 你与他多多交流就好了 若还是控制不住 便用蓝氏的清新音 加以辅助即可 聂明觉接过霸夏 果然其中的戾气 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 取而代之的是 纯净清新的灵气 聂明觉郑重地 向魏无羡行了一礼 前辈 若有需要我聂明觉的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魏无羡只答了一句 举手之劳罢了 转而朝温若寒 为他准备的位置走去 坐下 淡淡地道 温宗主 可以了 温若寒挑挑眉 没想到困扰了聂家几代人的刀铃 就这么被为老头三两下就解决了 真是深藏不漏 他还真好奇 为老头还有什么本领没有使出来 蓝启仁 这次也从云深不知处 来到了不夜天 第一次见到老者 却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亲眼目睹老者的这番功力 较之传闻有过之而无不及 内心着实佩服 真乃我被楷模 温若寒一手撑着脑袋 一手在椅子的把手上 一下两下地敲打着 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在座的所有人 嘴角似笑非笑 无端给人一种巨大的压力 满堂寂静 真落可闻 魏无羡抿了口茶 手摩擦着挂在陈情上的兔子挂坠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与世隔绝 金光善深知老者的实力不可小觑 这七日 他多次派人前往不夜天打探消息 无疑不被外面的白骨君阻拦住 更甚有时 他的人还会被白骨君打包 送回他的面前 金光善倾刻一下 对着魏无羡道 前辈 我们人都已到齐了 不知前辈有何贵干 魏无羡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靠在椅背上 转着笛子 就是不理金光善 金光善尴尬一笑 坐回自己的位子 心中却把魏无羡骂了个百八十遍 江婉淫不由地吃笑一声 果然和那魏无羡一个样 不懂尊卑 魏无羡转笛子的动作一致 若无其事地继续把玩着 总归是一起长大的 那情分又怎可能说没就没呢 不过总归有些东西 是得放下 斩断前辰 未来可期 蓝忘机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默默地关注着魏无羡 他的动作 表情 他竟看在眼里 他知魏无羡从来都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他的心思过于细密 总把好的一面 展现在众人面前 自己独自舔尸苦涩 他其实更希望魏无羡想哭就哭 想闹就闹 不要不管是处于何种状态 都强撑着一张笑脸 那样 难看极了 江婉淫这话说得虽小声 却也足以让所有人听见 温若寒冷哼一声 这江婉淫随其母 性子与紫之珠学了十成十 整天嘴里念着尊卑 却没有半点建设 果真烂泥浮不上墙 温若寒直接让人把那些东西给百家分发下去 百家看完后 各个面色煞白 却仍有诡辩者 直呼冤枉 顿时 整个大唐炒成一片 似乎忘了这是谁的地盘 拦起人见百家这副嘴脸 又结合他看到的东西 整个人气的颤抖 罔顾人伦 各地驻守的仙门百家 不就是为了护一方百姓安宁吗 百家却背道而驰 仗着自己的身份欺压百姓 杀人夺宝 还将许多事情嫁祸到温室中 可恨 可耻 温若寒手掌一拍 发出一声巨响 大唐立即静了下来 戴上来 铁锁哐当哐当的声音响了起来 随即 一些身穿红衣 披头散发的前温家修士 被人戴了上来 那些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连连求饶 温若寒被吵得脑壳疼 直接施法封住他们的嘴 这是我温室为虎作娼者 依据其所犯错之大小秉公处理 百家皆为作证者 灭明觉见温若寒如此行事 倒也有些佩服 男子和大丈夫 敢作敢当 那些人中有不少长老级的人物 都曾上过战场 平时行事嚣张跋扈 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有此下场也是应得的 温若寒眼睛一眯 我温是为虎作娼者 我都会一一找出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百家也应是如此 蓝家 聂家自然同意 百家可就不愿意了 尤其是金光扇 这上面罗列的各大罪状 他金家就占了一大半 其中姚宗主就坐不住了 义愤填膺的道 随便胡编乱造几句 就想称霸仙门 温宗主想得太理所当然了吧 对啊 温宗主你这得拿出证据来才行 没错 不然难以服众 百家纷纷附和 虽然上面写的 他们真的做过 但没有证据 他们就不信温若寒 还真敢把他们怎么样 温若寒愿意干这种蠢事 他们可不愿 还有这是那位老者让他们过来的 就得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 魏无羡嘴角微微上扬 又抿了一口茶 证据 他有一大堆呢 魏无羡打了个哈欠 不见棺材不落泪 此话一出 满堂寂静 百家脸上得意的表情一致 纷纷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拿出乾坤袋 手往里掏了掏 掏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石头 好似嫌麻烦 干脆将乾坤袋里的东西 一股劲地倒出来 落在地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